我會講解比賽的題目、遊戲規則 那每個資料袋裡面應該都有拿到 那我們前面選手的地方 選手地方要放兩份題目 Yumi再麻煩一下 前面兩份的選手題目再幫我們準備一下 那資料袋裡面其實都已經有了 等一下可以參考一下我們的這個題目 那待會呢我們會有這個命名的這個 大魔王嗎 我們命名的這個評審會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待會呢我們整個比賽的遊戲規則 跟記名的方式跟他評分的一個標準 那之後就讓大家抽籤 抽籤決定我們現場比賽的順序 這完全沒有套好 就大家要現場抽籤決定各位的順序這樣子 OK 好 那完成之後就開始比賽了 所以大家比賽過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統計一下 統計一下各位的這個秒數跟體積 不是說畫最快然後秒數完成 但體積不對沒有用 所以我們還是會看各位的時間跟做出來的這個體積 來決定我們這個前三名的部分 所以說到前三名這邊可以看到獎品非常多 看到這個獎品 大家應該在網頁上看到我們今天所準備的禮物 禮物非常的豐富 我們現在跟大家說明一下選手選手也可以做摩采 所以就是選手到說比賽完成之後呢 選手也可以做摩采 我們會有分兩個嘛 就是選手的摩采箱跟現場嘉賓的摩采箱放了嗎 選手跟嘉賓還沒放 那因為分兩個所以怕會放錯影響你們的權益 所以待會兒我們會請我們美麗的 朱莉小姐去跟你們手好嗎 OK 所以有分選手的摩采跟嘉賓的摩采 當然選手的話就是價值兩萬多塊 所以不要投錯 我只想要比賽的也可以放在這個選手箱裡面 我們選手的話比賽有這個 應該說選手摩采啦 就參加比賽的選手 我們可以達到價值兩萬多塊的 這個3D滑鼠球 有我們這個一流科技 一流科技贊助我們 這兩萬多塊的這個滑鼠球 那嘉賓嘉賓的話就是有一些嘉賓的摩采 那嘉賓摩采最高獎項也是有5280元的 這個3D魔幻手 也是我們這個一流科技提供了嗎 反正呢我們會有這個魔幻手5280 一樣是5280的這個 所以金額有差啦 兩萬多跟5000多不要投錯 現場想要報名的也可以趕快那個摩采槍 投一下 有選手的跟我們現場加油的 不要投錯喔 那兩項是不一樣的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的重點 就是今天的前三名 前三名我們會有這個無線 無線的鍵盤 無線的鍵盤組 那價值也是市價3000多塊 然後呢來我們第二名的話 是無線鍵盤組加上3D滑鼠球 3D滑鼠球一個 還有最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我們的iPad2 iPad2擺出來嘛 iPad2在這邊 想不想拿iPad2 想 沒有人講啊 那我拿走好了 想不想拿iPad2 想 我們工作人員想了 你不想要嗎 想不想拿我們的iPad2 想 一直搖走 大哥一直走 好 所以今天我們最高的獎項 就是我們的iPad2 我想大家都是為了 為了這個而來 不是為了吃餐點而來 為了iPad2 所以當然等一下加油 加油 這個iPad2 放在這邊 我們獎品全部穿在這裡 表示就一定會送出去 剛剛前面有看到 我們去年的比武招星活動 也是獎項非常多 全部都送出去了 那今天也是一樣 擺出來的就是要送給各位 希望大家都可以帶回家 所以等一下要加油囉 那講到這個比武招星 好啦好啦沒關係 去年的冠軍在哪裡 去年第二名在哪 你那麼低調 很低調 Jerry 這是我們去年的這個 第二名的參賽者 我來稍微幫忙看一下 這麼低調 所以去年第二名用什麼軟體參加 小溜 今年用什麼 小溜 欸今年還用小溜 喔那第一名在旁邊 那邊 好啦就是 這是我們去年 2010年的這個第二名 跟第一名其實描述相差 不曉多少 所以今年就是 欸兩位還是坐那麼近 就是待會兒呢 可以跟他們請教一下去年 怎麼拿到這個前三名的 OK 好 那如果有對那個槍有興趣也可以找他 對不對 公司是做槍的 玩具槍 新鴻玩具 有 就是私底下可以互相討論一下 那我們來防務我們第一名 怎麼低調 你看我坐在這邊 好 來 告訴大家 去年怎麼把大家幹掉了 我用Studdy Edge 欸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用Studdy Edge喔 所以今年有一些參賽者 又準備了 Studdy Edge Studdy Wars 那當然也有其他軟體 Porea Inventor等等的 但是待會兒我們就馬上就有 今年2011年的盟主就要誕生了 在座客位底下都是有機會拿到的 好 再訪問最後一個問題 跟大家說去年這輩子 主要最貴送的禮物是甚麼 沙列舉一套 欸沙列舉一套欸 去年我們送的是 市價25萬的沙列舉一套 好 那你拿到的是甚麼版本 St2 St3 呃 有陣奧三的 陣奧三 那過無過合約了嗎 開玩笑了 開玩笑了 好 那大家加油囉 去年我們是真的有送一套軟體 他個人擁有的一套沙列舉 那這個是 我覺得工程師可以擁有一套 自己的軟體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所以待會兒呢 也可以跟他請教一下 是怎麼拿到我們第一名啊 那平常有沒有甚麼小技巧 都可以互相討論一下 OK 好 那我們準備今天的比賽活動囉 計時手回來了嗎 嗨 剛在等你啊 拖那麼久 跑一趟來吃早餐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劉審已經介紹完了 來介紹一下今天重點的工作人員 有兩位優秀的青年來幫大家計時 在哪裡 還在簽名啊 先出來一下 計時手 計時手 計時的 兩位 大家好 計時的比 參加比賽還緊張 所以這個會用嗎 會用啦 不要按錯喔 這影響到每一個人的成績 兩位優秀的青年 那一位剛剛那個在簽名的 叫歐頭 歐洛克的歐頭 另外叫三列舉 另外一位叫做Henry啦 歐頭跟Henry 那等下很辛苦喔 因為要一直站在旁邊 幫大家做計時的動作 所以還有另外我們有一個 這個幫大家記錄的 記錄的美女 在聊天喔 Olivia Olivia 嘴唯 對 好 他等下是幫大家記錄的 所以這三個是今天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員 不可以偷偷猜錢給他 什麼寫寫少一點啊或計時少就不行 公平公正公開 說到這個公平公正 我們今天要請到這個西門寺原廠的顧問 原廠的顧問在這邊 絕對是公平公正公開 西門寺原廠的顧問在這邊 來幫大家做一個評鑑評審 做一個這個公正人的一個代表 那怎麼那麼低調在那邊 西門寺原廠的顧問 好我們掌聲歡迎一下這個張志成先生 好 好 大家太低調了 OK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跟開始比賽 就有沒有比較不緊張啊 現場不要那麼緊張 好 那我們請我們這一次的命名的主委 也是我們排的這個排主 安主哥 安主哥來幫大家說明一下 說明一下這個比賽的題目 遊戲的規則 這邊電腦都有 看你要用哪一台 謝謝大家 謝謝我 介紹一下 我們來買一下 好 大家看 好 大家好 雖然題目我命名的啦 但是我們的西門子顧問認證的 OK 所以大家覺得有問題的話 可以跟他反應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比賽其實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覺得這個東西還蠻單純的 蠻簡單 我只是把這一年來 大家在使用一些3D軟體的一些問題 把它做成一個題目 非常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我們等一下比賽有四個重點 第一個 我們這是一個中繼檔案 因為你們在設計的過程中 一定會接到別人的土檔 或是別人工程式化的都無所謂 我們等一下就是利用一個中繼檔 然後去做主力建的設計變更 設計變更 那我們的設計變更總共要做四個地方 等一下我會做細節的說明 然後再來我們的評分標準是以體積為依據 各位知道嗎 3D這種東西 你的一個尺寸錯了 幾乎就是混很離譜 所以我們是以體積為依據 所以我們拿今天的比賽就是說 比誰看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 而且要正確 比誰在最短時間的秒數完成 而且體積要正確 OK 那再來我們一個人限時七分鐘 很長的七分鐘 所以說七分鐘到了以後就自動放棄 自動放棄 OK 所以就讓各位知道一下 這是我們的一個有今天的一個遊戲規則 OK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這一個 類似一個一個虎錢的一個字句 那我們的評分標準來講有四個 在各位的那個資料袋裡面也有 那我們這上面也有 OK 等一下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那我會跟各位講怎麼做 有問題可以馬上反應 OK 第一題我們要做四個設計變更 第一個設計變更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的零件有分為一個 本體跟前擋板 我們用顏色來區分 OK 就是說我們等一下就是說 要把那個藍色的這個本體的 這個零件的那個外孔 要跟那個前擋板的零件的這個 外孔是大小是一樣的 沒關係我一邊講一邊開軟體好了 等一下各位比賽啊 這是一個中繼檔 這個中繼檔會放在你們的桌面上的 這個資料夾裡面 它是一個Parasite的一個中繼檔 OK 把它開啟一下 把它丟到我們的 欸 為什麼會變這個圖了 沒辦法進 沒辦法進 OK 這是等一下我們的一個Assembly 一個主力鍵 等一下第一個題目就是說 我們在設計的過程中 你會發覺今天會有兩個孔 等一下就是啊 第一個設計變更就是說 我們要把裡面的這個Phi孔 要跟前面的這個白色零件的孔 要做回正 第一個 OK吧 OK 然後啊重點是說 我的這個外側的這個內進孔是不改的 裡面的孔的大小不改 只是把它做對陣而已 這第一個 第一個 以白色零件為依據 沒問題吧 好 那再來第二個設計變更2 設計變更2來講的話 就是等一下告訴你們說白色零件 要跟藍色零件的這個外型要做貼合 把這個白色的跟藍色的面做重合貼起 然後側邊也要重合貼起 但是這個半徑還是要保持5R不變 就是這個樣子的 OK 我們就是第一個把這個孔跟孔對陣了以後 藍色的零件是不動的 把白色零件 白色零件的這個面跟這個面做貼起 這個面跟這個面貼起 那各位仔細看一下 這個面是直的 我沒有做寫的 所以還不會很困難 然後重點是這個R角是保持不變 OK吧 就這樣子而已 第二題就是把這個白色的零件跟藍色零件的面貼起 面跟面貼起 OK 好 有問題要反應喔 再來第三個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接到別人檔案進來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乾涉 所以我等一下不會教各位做乾涉檢查 就是說我們就是這個零件來講 會遇到一個乾涉 那我們就是要把這個螺栓的這個直徑改成17.5 所以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好 我先把這個黃色的這個螺栓的這個本體零件 先把它隱藏起來 OK 就是啊 我們今天這個內孔是17.5 17.5 那我的螺栓的這根圓方是20 所以我要把這個螺栓的20改成17.5 這樣OK吧 OK 所以這個地方有寫 就是把這個螺栓的外徑改成17.5 OK 就是要跟裡面的那個內圓孔一樣大 就是避免乾涉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來講的話就是說我的螺栓的這個外徑改了以後 我們要把螺栓延伸到我的這個邊線做貼起 那我中間有一根Pin是要一起移動的 就是像這樣子 OK 好 我們做好的時候 好 我把這個零件隱藏起來一下 好 我就是要把整塊前面的地方這裡到這個綠色零件要整個延伸 延伸到這條邊線做切起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鐵把 一個斜角 一個斜角 所以你們就是直接跟這條邊線做天氣就可以了 所以不管你要設DATEM 就是基準面怎麼做都可以 OK 那我相信各位每天在公司有時候遇到老闆或是澳田客戶 他們就是突花好了 有那麼多問題 要我們幹 那這個就是每天工程師在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這個四個設計變更 我再重新附送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設計變更一 就是把裡面的這個藍色零件的這個孔 要跟簡單版的孔做對正 但是這兩個零件的內孔是不准改的 還是要保持原本的孔的大小 第二個設計變更就是說 白色零件是比較小的 就是讓這個白色零件跟上面跟旁邊把它做鐵起 然後重點是R角是不改 然後第三個設計變更就是說 把這根螺栓黃色這個零件外徑本來是20 把它改成17.5 OK 把它改成17.5 好 那最後就是說把整個螺栓的零件 跟中間預設零件的屏整個延伸到我的 藍色零件的這個草袖的一個變線做鐵起 那最後來講的話 這邊有寫 請貼起這個變線 OK 那我們的這個體積是701192 正負1已經很大了 這個我用過一些軟體去做測試 體積都一樣 體積都一樣 所以不管你用哪一套3D軟體 體積是不變的 OK 好 那這是我們以上今天要做的設計變更的四個動作 那看一下在座的各位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要詢問的 謝謝